BNT疫苗最新進度是已經到最後階段 可以幫我們詳細的說明一下 這個最後的進度是什麼嗎 然後再來是這個劑量是500萬劑嗎 價格跟比賣給英國大陸相比是如何 那我們還要需要徵求過上海復興代理商的同意嗎 我們跟他進行到什麼情況 那也跟大家報告很多次了 那就最後他的雙新聞稿 大家都互相的一個認可 然後進行到我們把合約也簽給BNT 就進行 那他們還沒有把這個BNT 沒有把這個合約回來 那我希望能夠完成 進速完成就是說 大家在前面已經經過相當多的一個 磋商的一個程序 那如果沒有什麼困難 那應該BNT能夠進速把這合約簽回來 那就進行 再進行後續的一些採購的一個情況 至於就是說就是說他跟誰的這些關係 那基本上是BNT要去解決這問題 或者他覺得這問題是無法解決 那該要怎麼做 那他可以跟我們講 那我們可以再進行多相關的一些協商 就是好像就是說這個 講一個比較簡單 就好像大家都形容什麼代理商買房子 等等的事情 就好像說我今天去 我今天去百貨公司買一個東西 那我要他的標價這樣子 我要買就跟他買 對不對 然後他說他這個有跟別人有總代理 那總代理就總代理的事情 我們要買 除非他講說沒有透過總代理 或沒有透過誰就一定不行 那剩下就是我們要決定說 要不要進一步的談 所以這其實這很單純的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是進行 那每一家公司 很多公司 現在其實都有很多人 都在其中很熱心的 希望能夠來做這些相關的磋商 那我們總是就是說在我們 在今天我們中華民國 這個我們這個防疫指揮中心 我們要跟人家談這疫苗的買賣 那一定要先知道說 對方是不是權利 擁有權利者 那總公司一定是擁有權利者 那很多的總代理也有 一些權利者 那有一些博羅卡 也宣稱他們有權利者 那但是我們這邊要做的事情 就是第一步要確認說 他是不是擁有這個權利 否則我們就白談了 所以大概就是 那總公司一定也有相關的權利 那如果總公司把權利 已經授權給人家 那基本上如果是一個 非常硬的合約 那他應該及早跟我們講 你們就別再說 他們在這裡 坐在旁邊